哈喽大家好,我是Ava 影丽谦 我本身是一个自由音乐工作者 也是一个独立民谣创作歌手 我的创作风格大部分都是跟大自然、宇宙连接在一起的 因为我想透过音乐来疗愈人心 偶尔也会研究行踪命坛 但今天呢,我很开心的能够成为第一批的观众 一起来看看这支影片 然后也想跟大家分享我对于这支影片的第一感受 哦,紫色!最爱的紫色诶 哇,这一种太空服的感觉诶 其实Yuki的那个服装我很喜欢诶 等一下,后面的书是紫色的吗? OK,看看还是一个身杖并分的 很好吗? 其实我每次听SoSoFilo的歌 都是有一种身在宇宙的感觉 不是,你要在太空就很骚人 很骚人,完全符合他们的视频 妈妈看起来很压力 求远 Yuki 你唱歌 很厉害的 我可以Key Lo當医生 真的 Yuki的歌声就是有一种 天使之声感 Yuki 哦 看起来不快乐 很不快乐 也是我听不哩的情绪啦 就是那种 很像那种暖的 抚慰人心的一股 就是不会有不用力的 很轻松 很不用力的这样子给你带出很强烈的message 烟香蜡烛 这是什么期间 你看那个眼罩 可是有小巧思 然后这个场地是自己赛到的 来了来了又别的专场来了 口气加上去 这样做摩 其实也是像在那种facial treatment 做facial treatment的做message 这边给我的感觉反而是 它终于感到快乐了 这个翅膀 它带出来的是 就是往自由的方向飞 你看这个板有点晃太快 但是讲什么 Let's face our desires It's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超喜欢这句 起鸡皮疙瘩了 他这个神障病患 他觉得 他终于感受到欲望了 他其实这是他最基本的自由的权利 天啊 你让我消化一下 好啦 好啦我们已经看完影片了 你在看完影片之后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总结 或者是有更多的感受想要分享的 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很少人会去 去去去提出这些东西啊 这些message 像是尤其是今天这个影片 我们所看到的很强烈的讯息 We are all equal in the face of desire 在马来西亚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国家嘛 关于性啊 sex and desire 性欲望啊 这种东西 很多人会觉得它是一种罪恶感 然后很多人不想要去 很明显的去把它提出来 但是我觉得在这支影片 让我们用一个很舒服 很dreamy 很soft 很chill的那种氛围 去带出来这个message 它虽然是很温柔的 但是它却带出来这个很强烈的讯息 我觉得每个人 可以很自由的去发表自己的想法 尤其是性欲望这东西 它其实可以很美 像我们在影片看到的 它很美 然后其实在那地方 它脱衣服啊 那地方其实我不觉得它很 让我很尴尬 它让我觉得生长者 他们应该要去 去拥有他们这个最基本的快乐的权利 哇 我真的觉得这个影片 真的需要多多的去被讨论跟关注 尤其这个message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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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